第411章 有辱尊严 穆姐姐 你快看大魔头 又惹出事情来了 竟然在火怨大学堂里 公然骂火怨的人 有很多都是废物 竟然还骂魏容系主任教学水平 有问题 大魔头一回来 就有好玩的事情 食物系学堂里 艾图图开心地拿着手机 给旁边的木奴教念着 整个明珠学府主校区 绝大多数人都是规规矩矩的 偶尔出现几个张狂的人 可在艾图图看来 多数有装逼的嫌疑 莫凡就不一样了 一整就整出这么大的事来 不愧是大魔头啊 第一天来学校 就掀起这样大的风波 校内的论坛 全在讨论这件事 世家子弟们 都是想尽一切办法地 在主校区内 打响自己的名头 为此更不惜做各种秀好 博得大家的关注 他倒好 每个势力都不代表结果 就专做这种一鸣惊人的事情 木奴教忍不住笑了起来 是啊 是啊 上个月 萧家和他们萧家 自导自演的恋魔 前不久 周家和李家两大 公子哥所谓的炒作巅峰决战 和大魔头的比起来 简直若爆了嘛 爱图图开心地笑着 只是他这次做的 好像有点过了 木奴教校完之后 不免为莫凡担忧了 起来 这主校区可不比青校区 青校区好歹都是一些英界学员 大家都刚从魔法高中升上来 实力普遍是在中阶上下 就算有家底的人 也不会轻易地暴露出来 到了这主校区 大家都是中阶法师 在整个社会上 都拥有了一定的地位 一定程度上 也代表了不同的派别 势力 天赋卓越 背景雄厚 实力惊人的大有人在 主校区的规定也很简单 只要你没有突破到高阶法师 你就可以一直在学校进修 这就意味着 高阶以下这个主校区 什么怪胎都有 就拿木奴教自己来说 他作为第一年 进入到主校区的学员 以他的实力 在植物系的排行 也不过是145名 前100都还杀不进去 当然 这个成绩在新生里面 算是极其出众了 回到了公寓里 莫凡舒服地 躺在沙发上吃水果 这个屋子里 什么不多 就是零食 水果特别多 全是木奴教和爱图图买的 莫凡从来不会跟自己的 两个爱非客气 刚歇息了没多久 手机里便传来了 玲玲给自己发的信息 要自己到青天列索一趟 莫凡这才想起来 回来这么长时间 竟然都没有 到列索去给包老头报道 想来他应该也知道自己 活着滚回魔度的事情了 莫凡出了门 叫了辆车 什么时候 去把吉星狼的牌照给弄一些 每次出门还要打的 多不方便啊 不知道召唤寿上牌 要不要摇号的 莫凡嘀咕了起来 到了青天列索 包老头依旧在那个老旧的吧台里 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估计最近生意不是很好 都没有接到什么大的单子 连茶叶都没敢喝贵的了 包老头 我回来脸 莫凡笑容灿烂地打了一声招呼 哼 你小子死在外面 更好 我青天列索好再招一个更能干 不矿工的 包老头 没好气地说道 嘿嘿 别这样说 我还指望着 在您这里多赚点生活费 对了 包老头 我有一些不错的楷模具材料 你路子广 介绍我一名厉害的铸造师 我好给自己弄件楷模具 免得总是吊着小命 莫凡说道 楷模具的锻造可不便宜 你有钱吗 包老头挑着眉毛问了一句 钱还是有那么一点的 我刚惹了一点小麻烦 没有一些惩心如意的模具 还真不好应付 五颗巨蜥的尸体 已经被黎曼给处理了 黎曼如实地给莫凡卡里 打了1900万的费用 没有出现异品 也没有出现惊魄 就单单是一具尸骸 可以卖到1900万 这在莫凡看来 已经很不可思议了 不过 统领级生物 真不是那么好杀的 不小心 还得丢了性命 我会跟我老朋友打声招呼 你带好材料和钱 到东方明珠魔法协会 去找他就好了 既然你回来了 正好我这里好记了一些委托 没处理 你和 零零都去解决掉吧 包老头一口气 拿出了一叠的委托来 没问题 莫凡拍着胸膛 一副这些事情 都包在我身上的架势 拿过委托书 莫凡脸色一下子 就变得奇怪了 倒不是这些委托太过变态 而是这尼玛都是什么委托 到下水道里 抓一只血纹巨眼新鼠 这种事情 随便交给一个猎法师做就好了 还有这个 刚买的训兽跑了 去帮他给捉回来 这个又是什么鬼啊 收保护费吗 包老头 你是穷的接不开锅了 还是怎么的 这种破委托也接 莫凡 下巴都没掉在地上 嗨嗨 前几天我出门去了 就让一个朋友来当掌柜 谁知道他乱七八糟 委托接了一大堆 为了我们青天猎索的完成率 这些就辛苦你了 谁让你是我们青天猎索 最弱的猎人呢 包老头说道 那问题 是这几万块钱的委托 不浪费我时间骂 莫凡不爽地骂道 以他现在的实力 随便接一个单子 怎么都得十万起价 在明珠主校区里 中阶法师 或许是多如狗 但在这人海茫茫的社会里 中阶法师 那是很高贵的 出厂费 不比一些大明星 你就别抱怨了 赶紧去处理掉吧 过阵子 有大价钱的好单子 我再给你接了 顺便告诉你 我那老朋友的 楷模具锻造费 可是很昂贵的 你那点小钱 不一定能够请得动他 包老头一脸尴尬地说道 事实上 他也觉得 这些委托有点坑了 以他金字招牌 接这些委托 实在有些自降身份 一回来 就给人当苦力使 回想起自己虐爆巨蚀尾龙 质杀五颗巨蚀 拯救图腾玄蛇 赶走银色穷主 这一系列风光世纪 去干这些 类似于侦探会所 给人抓情 富 帮人找狗 电线杆贴小广告的委托 真特么犹如一个强者的尊严 第412章 上门女婿 和零零走遍魔都的 各个大街小巷 就为了那自己 都看得不是很上眼的委托 金 莫凡觉得自己是越活越回去了 不过考虑到 明年的猎人争霸赛 积攒越多的猎人积分 参加的猎人大赛 水准也不同 这些阿猫阿狗的小任务 就纯当是刷刷自己猎人的数据 还好有零零这个神奇的智囊 在 这些小事情处理起来 并不算太困难 一个星期不到的时间 莫凡便将这些乱七八糟的委托 给全部处理干净了 得到的用金 大概也有50万左右 这笔钱 对以前的自己 来说不算个小数目 只可惜 现在到了中阶级别后 动则百万 稍微要起到更好效果的 都是得上千万 还想着给暗影系 也附上一个零种 想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 希望了 处理完事情后 莫凡回到了学校 结果更是一个头两个大 他的挑战书 比那些委托书堆起来还要高 还好正式挑战 是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 和第四个星期 不然他的这个月的资源 便全部归那些挑战者所有了 学校提供的资源很可观 其中便有进入三部塔修炼的这一项 对莫凡来说 主校区最诱人的 便是这三部塔 这三部塔修炼的资源很不错 让莫凡有些意外的是 这次自己 还分配到了一个速控魔器 这个魔器有些特殊 它可以让魔法师 更加碎星应手地 将星子与星子连在一起 星轨与星轨的衔接 也会变得更加平滑 而不容易锻炼 借助这件特殊的魔法道具 练习把控的话 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最重要的是 可以缩短整个星轨勾勒 和星轨描画的速度 简单来说 这魔器便是提升师法速度 魔法师之间的战斗 看似复杂 其实又简单 若是谁能够先施展出魔法来 肯定是占据很大的优势 像莫凡这种 已经分别将 雷系和火系的初阶魔法 都修炼到第四个级别的人 若是能够让星子的速度 衔接得更快 达到挥手极来的境界 那自己在同等级别的战斗之中 将立于不败之地 另外 让莫凡非常诧异的是 这个学校 竟然还有提供火系灵种 每一次火榜的排名 都将获得相应数量的火种碎片 这些火种碎片足够多的时候 便可以拿去熔炼 运气好的话 是可以熔炼出灵种来 分发到莫凡手上的灵种碎片 有一颗 每十颗灵种碎片 便可以进行一次熔炼 同样的 熔炼过程中 还需要很多不同种类的 火属性的材料 材料越多 成功率也越大 若是不小心出了一个灵种 实力便是一次质的飞跃 莫凡自己 已经拥有了眉颜 灵种碎片 对他来说 意义不是很大 于是他将这火系的灵种碎片 去换取暗影系的碎片 争取将暗影系也提升到灵级 召唤系是没有灵种可言 不过召唤生物所需要的资源 堪比一名魔法师 这其中的血统 灵魂 体魄 都已经衍生成一门大学问 莫凡现在的资金还是太有限 根本买不起一个幼虫 契约召唤 这个技能也一直荒废着 说起来 莫凡还是非常缺钱 中间法师这个级别 莫凡还有很多需要提升的 若是不能够尽数完善 又如何制霸校园 对莫凡来说 现在手上的这些学校的资源 都对自己很有利 面对着长长的挑战术 莫凡说什么也不能将这些东西 给拱手相让 只是究竟要怎样才 能够应付这么多人的挑战呢 是该好好想的法子 前五十名可以获得两颗灵种碎片 并获得一件火属性魔器 艾图图 你说这火属性的魔器 有什么用 莫凡问道 你是外星人吧 火属性的魔器 就是用来提升火系修炼的呀 它的效果有些类似于星云魔器 星云魔器是提升人的灵魂 让魔法师整体的修炼速度 都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而火属性修炼魔器它的作用 便是直接针对于火系 能够在魔法师 拥有星云魔器的情况下 再叠加火系的修炼速度 这种东西 若是单独的使用效果是一般般的 但是 若拥有一个非常出色的星云魔器 来相辅相成 那么单一系的修炼 将在短时间内 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艾涂涂一边啃着香蕉一边说道 原来如此 那这东西对我来说很有用 那假如我在三步塔内修炼 同时开启星云魔器 和火属性修炼魔器 再将所有的精力 集中在火系上的修炼 那我火系的提升速度 不就是飞速的吗 莫凡眼睛一亮地说道 艾涂涂点了点头 肥嘟嘟的小嘴里 塞着大半根香蕉 口齿含糊地说道 问题是 很多人能够获得这其中一项 就很了不起了 还想要三项叠加 有些太美好了吧 杀到多少名 才能够获得到三步塔修炼的机会 莫凡问道 在你们火院 怎么说 也得前五十才有机会 进去修炼一天的机会 名次越高 修炼时间越长 以你的实力 能够保住这第一百名 就很了不起了 杀到前五十就算了 火院的前五十名 都是一个比一个怪胎 一个比一个有钱 没一整套极品的模具 都不好意思 跟别人说自己是火系前五十 你这个穷鬼 自己算算 身上有几件拿得出手的装备 你天生双戏事 比别人多了不少进攻手段 可只要别人 对你稍加了解 换上一些能够克制雷系 或者火系的防御模具 你就要被别人 打个落花流水 艾涂涂说道 你还真提醒我了 莫凡认真的点了点头 自己终究是一个 非人民币玩家 和那些土豪相比 欠缺的就是 装备 自己天生双戏的优势 很有可能被别人 完美的模具 给抵消 不是所有的人 都像东方明那个傻子那样 将一大笔钱 花在了与魔法师正面对战上 并非能够起到 很好效果的一模具上 假如他将那一模具的钱 拿去换一个属性 更高的盾模具 或者楷模具 抵挡掉 自己初阶魔法的威力 自己想赢他就难了 要不你去给牧家 做上门女婿吧 牧姐姐所在的这个大士族 还是很懂得珍惜人才的 以你大魔头现在的名望 他们为你免费提供 一整套的高质模具 还是愿意的 艾涂涂笑着说道 这个主意不错 莫凡邪恶地笑了起来 半眯着眼睛 注视着阳台上 正在娇花的 身姿绰约的木奴娇 第413章 真心相爱 木奴娇红润的脸颊 转过头来 恶狠狠地瞪了出 搜主意的艾涂涂 杨怒道 别瞎说 谁要这种成天惹是生非的人 别给我们木家砸了招牌 便不错了 艾涂涂听见木奴娇这句辩解 立刻凑到了莫凡的身边 一脸坏笑地 对莫凡小声地说道 大魔头 你发现了 没有 这次你回来之后 木姐姐可爱损你 可爱 给你泼冷水了 我可从来没有见她 对一个男生 用这样的态度 她不是发自内心地 讨厌你的话 那就是喜欢上你了 我刚才说 让你做木家的上门女婿 可又没有说是她木奴娇啊 木家的女儿家 多得去了 艾涂涂这样一点拨 莫凡也立刻点头了起来 木奴娇脸颊更红了 她没有想到 这两个人竟然合伙 给自己下套 她转过身去 不想再和这两人说话了 也逃一逃 自己现在有些窘迫的状态 看来啊 大魔头 你当初舍身相救 还是很成功的吗 艾涂涂说道 莫凡一个劲地点头 一脸认真的问道 如果是给她做上门女婿 不送我模具 我也去 艾涂涂给了她一个大白眼 骂道 你想得美 以木姐姐的身价 要真的买 木家怎么也会捆绑回一个 高阶的年轻的法师 还是那种很有希望 到达至尊抄阶的人才 你一个小中阶法师 又没有什么大背景 最多也就跟木家那种 长得很丑 长上明珠还差了好几个级别的嫡系小姐 成婚 要娶木姐姐的大世家 聘礼 怎么说 也得高质量模具堆满这房间 哪还有倒贴的说法 你的意思 是我 即便是入了这个大士族 那也不过是做一个家臣 还要被大公子 大小姐给使唤 唉 这个万恶的阶级社会 就容不得 我跟她这种真心相爱的吗 带着这么浓厚的封建门户 偏健在 莫凡仰起头来感慨了一句 艾涂涂听到这句话后 已经笑得捂着肚子来了 而在阳台上的慕奴娇 更是再也听不下去了 还以为莫凡这家伙 听到这么严肃的话题之后 会好好反思 会怎么也触及到一点自尊 谁知道 这人这么没脸没皮 谁跟她真心相爱啊 慕奴娇 已经不想在这待下去了 她快速地回到了 自己的房间 免得又被这两个人开刷 艾涂涂这丫头真是的 当初答应合租的时候 不是说好 一起惩治这个 嚣张气焰的大魔头吗 怎么这货都已经和她连 起手来 而且最近 就亮了起来 再这样下去 没准他们艾家 就主动要把她造成女婿了 离可以挑战的那个 星期越来越近了 莫凡这段时间 都在补自己的修炼 连做自己的楷模具的时间 都没有 现在自己出门去吃个饭 都会有人拿着手机 对着自己拍呀拍呀 然后在那里小声地说着 活捉火系赵日天 的话 莫凡现在已经被冠名为 火系赵日天 那份傲气与嚣张 已经快要全校皆知了 这成名的速度 远比那些处心几率 想要排在校园风云榜的人 可快太多了 不过 莫凡是第一个不服啊 哪个傻X 给自己取一个 如此没气势的外号 等着瞧吧 用不了一个月 这个明珠学府 就会知道自己大魔头 特么又回来了 这天下午 莫凡从训练场回来 训练场很人性化 他不仅具备会移动的靶子 给学员们 练习魔法的准度 旁边 更会有一个小小的魔法石台 攻击这里训练的学员们 快速恢复魔能 魔能的恢复 是缓慢的 要耗费很多时间 而练习魔法 又会很快地将 星云内的魔能全部耗干 假如能够在训练场内 有这样一个 快速恢复的石台 对修炼者来说 也能够提升效率 只不过这种训练场 只对前300名的 学员开放 其他人 就只能去那种 很普通的训练场 排行 要是更低的话 估计连移动靶子都没有 在这里所有的特权 往往都只会向 排行较高的人开放 排行低的 就需要更加刻苦 更加拼命地去挑战 才能够摆脱这种 什么资源都没有的困境 通过这几天的在校修炼 莫凡也算明白 那些排行低的人 为什么疯狂地挑战自己 先不说 那直接分配的奖励 就是 学校这些所有 和修炼有关的设施 都有好坏之分 出了训练场 莫凡又开始头疼了起来 说实在的这第一百名 所获得的修炼特权 对自己很受用 他还真不想拱手相让 问题是 他的挑战者那么多 耗 都能耗死自己 怎么样才能保住 这第一百名 走在路上 刚转角 正巧一个看上去 非常小说的男生 埋着头撞在了 自己的胸膛上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这名看上去 很柔弱的男生说道 莫凡有些纳闷 这一撞问题 其实在自己身上 是自己转角的时候 还在思考 反倒是这个人 一直给自己道歉 莫凡不禁觉得 这小子懦弱得不行 你不是那个郑家慧吗 莫凡倒是 认出了这位排行最末的人 郑家慧抬起头来看到 是众人唾弃的莫凡 脸色都变了 声音还带着几分结巴道 怎么 怎么是你 我还是 还是离你远点 莫凡看到这个郑家慧 倒是眼睛亮了起来 顺手就抓住了 他 笑着说道 你怕什么 你已经被他们 看不起到谷底了 和我这种全息公敌比起来 也好不到哪去 我知道你所说的废物里面 就有我一个 我 我也承认我真的很差劲 可我 我不敢顶撞老师 不敢挑衅同学 郑家慧小声地说道 莫凡大手 往这切弱的小子身上一拍 开口道 那你想不想摆脱这倒数第一名 我也知道 这种事情 还是蛮耻辱的 还是算了 这大半年来 我都是最后一名 念完这一年 我还是离开明珠学府吧 郑家慧说道 别这么自暴自弃 只要你帮我做件事 我不仅可以保证 你获得一笔不菲的修炼资源 还能够帮助你 摆脱这最后一名的困境 作为酬劳 我将学校分配给 第一百名的学员的 星云魔器 借你修炼 如何 莫凡眼睛闪烁地说道 看到这个郑家慧 整个火院倒数第一的家伙 莫凡便有了自己的主意 第414章 挑战之周 郑家慧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莫凡 在他的观念里 一个优越的星云魔器 是需要耗费非常大的精力 和具备极强的实力 才能够获得 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他想不到 有人会将这样的宝贝 借给自己修炼 他那双小眼睛 紧紧地盯着莫凡 最后又摇了摇头道 你别和我开玩笑了 心态都没有 你已经是整个火源倒数第一了 一副那么勤奋的样子 做什么 你这是侮辱了学渣这个称号 莫凡说道 我不努力修炼 就更没有机会 击败在我排行前面的人了 郑家慧一脸认真的说道 让我来说你这种人 问题根本不出 在于修炼 你缺少的是资源 大家都是从明珠学府的新生中 选入进来的 都是中阶法师 要真的论实力的话 排名一千名以后的学员 应该都是半斤八两 谈不上谁比谁强 我看你这倒数 多半是你一面对挑战就哆嗦的 连星鬼是怎么描绘的都忘了 你怎么知道 郑家慧问道 莫凡也不跟这个郑家慧 再废话下去了 直接掏出了学员 第一百名所获得的星云魔器 塞到了郑家慧的手上 郑家慧看着星云魔器 在原地愣了好久 他完全无法理解 竟然有人会真的将星云魔器 给别人来使用 时间过得很快 挑战之周已经到来 火源的人 早已经摩拳擦掌 随时准备狠狠地教训那个 胆敢骂众人是废物的家伙 这天火源的人 再次全部聚集在大学堂内 人们的目光 总会有意无意地 看向莫凡那里 其实大家非常的意外 这小子竟然有胆量了 难道就不怕 被大家围殴致死吗 莫凡这次 依然坐在了黄兴丽 和丁雨绵后座 可让人遗憾的是 莫凡还是没有看到 那位火系女神的正脸 黄兴丽转过头来 一脸诧异地看着莫凡说道 你真的活得不耐烦了 今天可是挑战之周的第一天 只要排名低于你的 都可以向你挑战 而且你都必须应战 否则你的资源将拱手相让 多少人眼红 你现在手上的这些资源 你这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我们才见面第二次 用不着这么关心我 莫凡笑着调侃着 有病 黄兴丽转过头去 魏荣依旧站在了学堂讲台上 他的目光 很快就从人群中找到了莫凡 他的嘴角微微上扬着 他倒要看看 这小子 今天还怎么狂得起来 挑战的名单 我这里已经有了一份 接下去的挑战 只要是在我们正规的鄙视场上 都市做有效 规矩 想必大家都已经清楚了 多的就不说了 直接开始吧 魏荣说道 每个月都会有一些排行榜 比较靠前的人 积攒出恩怨来 每每这些人鄙视的时候 都会引来很多人的关注 对于那些世家子弟而言 要在这个学校 打响自己的名望 就要靠不断的挑战 很可惜的是 上个月那些处心几率 想要通过挑战 来获得更高排名 和更多声望的人 这次计划是要落空了 风头 全部被全校第一座死人莫凡 给抢了 莫凡所在的鄙视场 早已经人满为患 为了能够让全系的人 都见证一下自己惊人的实力 特意选择了一个 能够容纳千人的鄙视场 还别说 这个千人的鄙视场 都快做满了 活运地占据了大半 其他院系的 也有不少慕名而来 魏荣站在了裁判的席位上 他今天可是特意来看 这个狂妄的小子 怎么被自己交出来的这群废物 给打得体无完肤 踩踏学员自以为是的傲气 是魏荣在这个学院里干的 最多的事情 今日的挑战由我来主持 魏荣拿出了挑战名单 目光扫过那密密麻麻的 挑战人的名字 继续说道 被挑战者莫凡位列第一百名 你今天的挑战 人数是231人 小子 这回上来给我道个歉 写份检讨 然后再挨个 向全系学员低头认错道歉 就看在你是转系过来的份上 放过你了 不需要 莫凡鼓气朗朗地说道 好 第一位挑战者张又鹤 位列第736名 魏荣就知道 莫凡不会答应这个条件 话音刚落 准备席上 就有一位鼻子 有些歪向一边的男生站了出来 他脸上的笑容灿烂 目光时不时地环视着周围 像是在告诉所有人 自己是最幸运的那一个 整个比赛舞台 有接近足球场的大小 也正好铺满了青草 一片绿油油 你知道有多少人 嫉妒你吗 我们拼死都还不能够得到的资源 你这家伙却耍耍嘴皮子就到手了 很遗憾 每个月分发的资源 还有掠夺制度 把这些不属于你的东西 乖乖地交出来 没准你还能够省一点医药费 张又鹤说道 魏荣看着两个 已经站在赛台上的人 开口说道 莫凡 排行第736的张又鹤 想必就是你口中那 绝大多数废物中的一员 如果你连他都赢不了 你要么按照我刚才说的做 要么就自己滚出火院吧 我可以承认 我的火院里 或许掺杂着一些废物 但却容忍不了本身没本事 还不知廉耻的学生 比如你这样的 莫凡 转过头 看了一眼言语咄咄逼人的魏荣 不由地一笑道 魏老师 你说这些话 是不是太早了 易奚 魏荣 只是冷冷一笑 没有再说什么 莫凡目光重新回到了自己对手 张又鹤的身上 他是排行736名的 对付起来 应该不太困难 魏荣啊 你何必 非要跟一个学生怄气 你这样 将他安排在第一百名 又弄得全校皆知 那么多人在同一天挑战他 就算是实力 真有排行榜前一百名 也未必能够抵挡得过 这种连战消耗吧 火院 负责材料课的白美毛老师说道 白美 你就是对学生太心慈手软 能够入明珠学府的 哪一个不是心高气傲 这小子是肖院长 亲自为他办理的转系手续 背景得高到什么程度 这种学员 仗着以前重心所捧 仗着拥有丰厚资源 便觉得自己天下无敌 若是不能够 让他在这里好好地摔一跤 以后 很可能会因为这种心性 死在妖魔的手上 卫荣一副一切 都是为学生好的语气说道 事实上 这次卫荣也是上脾气了 什么魔力学生心性 那也好不过自己出上一口恶气 胆胆在自己的大学堂里那样 公然辱骂火院 和自己的教学水平 活得不耐烦了 第415章 最弱者的挑战 挑战开始 卫荣不再听白美老师的劝说 直接宣布到 赛台周围立刻涌起了一阵呼声 他们是最喜欢看热闹的人群了 更何况 莫凡还激怒了他们大半的人 不少都恨不得 自己化身成张又和 上去把莫凡 揍一个满地找牙 张又和笑容更加灿烂 他一边用看似漫不经心的话语 嘲讽着莫凡的无知愚蠢 一边却勾描起了心鬼 将心鬼迅速地组成一个心图来 只可惜 这个家伙的笑容 在心图描画不到一半的时候就凝固了 好快 这家伙心图描画的速度 怎么可以快到这种程度 张又和满脸愕然 那双眼睛印着的 全是莫凡周身燃起的刺目火焰 炙热的火焰 在莫凡周围燃烧 将它焚成了一个火焰魔人 火啦啦的热浪 以它为中心 往整个比赛场上扩散 席卷到每个人的脸颊上 废物就是话多 莫凡不屑地说道 烈焰再万 疯狂地凝聚出一股 更加耀眼的火焰光芒 一拳轰出 烈焰从莫凡的拳头中 如一个小型火山般喷射出去 滚滚烈焰 在飞行的过程中 幻化成了一个硕大的拳头 形成了一个扇形的超大面积 狠狠地轰在了张又和的身上 张又和人都傻了 他的星图才描画一半 他慌忙地使用起防御模具来 可惜他的模具 还不足以完全抵挡地 掉莫凡的火焰轰填 他整个人被火焰给包裹着 冲击力将它轰飞出去 蹦 张又和滑过一个弧线 重重地摔在了边缘结界的下方 身上有很多地方 只是反火 他还不具备火焰抵抗能力 当烈焰充斥到他身上的时候 便已经被烧得皮开肉绽 好废的学员 也不知道怎么杀到736名的 莫凡扬起了拳头 如同牛仔一样 往自己拳上潇洒的一吐气 将那残余的一丝丝燕熙给吹灭 这番话莫凡是冲着卫荣说的 既然这头黑猩猩老师 要和自己干上 莫凡也不能耸他 卫荣嘴角微微一抽 估计肺腑中有什么膨胀了起来 这小子还蛮厉害的 白眉毛的老师笑呵呵的说道 哼 也就这点本领而已 能够一个猎拳打飞张又鹤的人 火焰多的去了 卫荣说道 卫荣本来就没打算 一个挑战者就解决掉莫凡 没几分实力的人自然不敢说大话 我去治疗了 看来今天我得很费神了 白眉老师轻飘飘地往赛场边缘走去 那你真看得起他 下一个挑战者接踵而至 莫凡早就有心理准备了 第二名挑战者是645的 一名火系女学员 不同的是这女学员更加谨慎小心 在知道莫凡星图描画 速度极快之后 她索性一开始就采取了防御的姿态 火 水双修 姑娘 你会不会太矛盾了一点 莫凡手中燃起了一团火姿 整个星轨排列过程都格外娴熟 用得着泥管 女学员还蛮倔强的 她的周身再一次环绕起了 如同绸带一般的水流 你这么喜欢防守 怎么不去水院 莫凡随手一扬 手上的火姿已经准确无误地 飞向了这名女学员 女学员使用的魔法 正是水系初接水域 她的水域是第三个级别 水绸带将形成一个 缭绕在她周身的循环 只要不受到连续的攻击的话 用不了多久 便会有一个新的水系防御 出现在她的身上 莫凡也是有心调戏妹子 手上的火姿施展的恰当好处 正好轰得她得水域循环完成 同时又不给她施展 任何进攻魔法的机会 这家伙是在浪费自己魔能 明明可以很快解决掉对手 非要这样 果然是一个心高气傲的登途浪子 魏容冷哼一声 对莫凡这样的做法 非常的排斥 战斗就是战斗 怎么可以如此而泄 若是面对妖魔的时候 还这般自以为是 必定会惨死在 实力远比她弱的生物手上 645名的女学员 终究不是莫凡的对手 她也感觉到 自己是被莫凡给戏弄了 最后自己放弃离开了挑战台 临走前 还恶狠狠地瞪了一眼 莫凡 是莫凡这个贱人 让她在全院计满前 被人看了笑话 下一个挑战者 我要上厕所 莫凡也确实不要脸 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来 拖延这种不间断的挑战 好让自己魔能 能够得到一些恢复 你又要做什么 如果这样拖延的话 不如直接认输好了 魏容气急败坏地 对莫凡说道 我为什么要认输 今天中午吃多了 肚子不舒服 都不允许吗 莫凡理直气壮地 回应了自己 这第三次上厕所行为 断断续续的 莫凡 接了有六个挑战者了 随着挑战者的排名提升 莫凡要耗费的魔能 也越来越多 这六个人打下来 莫凡火系星云 也消耗了有三分之一的样子 倘若再多用几次 中阶魔法 很快 自己就被耗干了 下一个 郑家慧 嗯 魏容念出这个名字的时候 眉毛立刻锁了起来 这个倒数第一的家伙 跑过来凑什么热闹 五百名以后的人 都上过一遍了 跟莫凡的实力 有明显的差距 郑家慧在面对挑战的时候 往往连星图 都描画不了 这跑上来挑战 不是送吗 郑家慧 依旧那副切弱的样子 想来是第一次 出现在这样人多的赛台上 他走上挑战台的时候 身子都有些在抖 莫凡看到他 却跟看到旧星一样 眼睛都亮了起来 这小子不负所望啊 要是他的挑战 排到二百位后面 自己岂不是 要干掉二百个人 怎么是他 哈哈 他难道也想跟那群脑贪一样 去捡便宜 很快人群中 就有人发出了笑声 这个莫凡实力不弱的 五百三十八名的赵平韵 都被打败了 他郑家慧上去 估计要比张又鹤还更惨 那家伙 我跟他打过 他气势汹汹地要挑战我 结果半天没描画出一个中阶 星图来 我就站在那里 让他攻击我 他都做不到 真是笑死我了 民主主校区 怎么会收了这样一个蠢材啊 郑家慧一上场 整个火院就是一片轰然大笑 这样一个丢人现眼的家伙 何必上去自讨苦吃 等同于是 浪费了一个宝贵的挑战名额啊 接下去的挑战者 怎么也会是五百名之前的了 第四百一十六章 把我惹火了 魏蓉看着连打个挑战 都好像是上战场的逃兵的郑家慧 别提有多不顺眼 要说这个火院真存在的废物的话 那也非这个郑家慧莫属了 开始吧 开始吧 魏蓉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莫凡站在了郑家慧的面前 见他整个人都快要缩成一团 不禁叹了一口气 对他说道 你在害怕什么 无非是打一场表演 还是说你 心里有什么隐隐 天生就害怕战斗 不 不是的 我不怕战斗 我只是 郑家慧有些支支吾吾地说道 算了 假如你中间魔法都施展不出来的话 那就用点出街的吧 别告诉我 你连七颗星子都没法衔接起来 用拳套来把我打说 这戏也做得太假 莫凡对郑家慧说道 我们这样做真的好吗 同学们都会看不起我 郑家慧还有些犹豫地说道 莫凡听到这句话 却笑了 对郑家慧说道 看看周围 包括老师在内 有哪个人是看得起你的 连那些很懂得尊重人的 女生他们眼睛里 也是对你的同情 我不知道这整个火院里有没有 你暗恋的人 但如果你从她的眼睛里 看到的是嘲讽或者同情 再或者是面无表情 你觉得你的处境还不够糟糕吗 你真是太高看自己了 还以为自己 在这个火院里 仅存的那么一点点尊严 事实上在这些人眼里 你就是一个笑话而已 郑家慧看着莫凡 他原本以为莫凡是帮助自己的 可听到这样一番话之后 他的心更凉了 他尝试着施展心鬼 然而没一会 他的心鬼就断裂了 周围一片哄笑 更让郑家慧有些无地自容 在一次施展魔法的时候 连第四颗星子衔接都出了错误 你的修为明明不低 却紧张得连一个魔法都用不了 我觉得你还是别做法师了 干点别的什么都比这强 莫凡对郑家慧说道 郑家慧听到这句话 脸色都变了 他眼睛死死地盯着莫凡 有些生气地道 你懂什么 哦 原来你是很渴望做一名法师的 莫凡笑了起来 自己的话明显是触碰到了 这家伙的内心 想做一名法师 却怯弱地连心鬼都没法描画 在训练场的时候 这家伙的心鬼和心徒 完成的速度明明很快 实力也不弱 偏偏一到有人的场合 便紧张得连最基础的心鬼 都完成不了 自闭 胆场 莫凡甚至都可以看到 这家伙身上的那骨子 自卑化作了一团黑色的布 遮住了他全身 以至于他并非是毫无存在感 而是人们眼中最醒目的一个笑点 一个中阶法师 竟然可以可悲到这种地步 不过 也只有在明珠学府主校区 才会如此吧 中阶法师只是最低的看 我有的是时间 你慢慢排练 莫凡也无所谓了 就站在那里耐心地等 郑家会重新描画心鬼 他也很想 很想克服这份人群恐惧 将魔法完整地释放出来 可是平常练习的 那么熟练的心鬼和心徒 在此刻却变成了一片空白 印在了自己的脑子里 周围每个人发出的笑声 每个人带有特别色彩的注视 都好像在他描画心鬼的过程中 加上了一层又一层的负担 这家伙是猴子请来的逗逼吗 还真连一个出街魔法都使不出来 这样的人 怎么还有脸呆在上面 是我的话 就赶紧找个风水好点的地方 把自己埋了 赵继直接骂道 滚下来 赶紧滚下来 别再浪费我们大家的时间 你们别对他这样 他只是紧张而已 我们再多给他一些时间 一个语气柔和的女生说道 脾气比较火爆的 更多的人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冷眼看着这个郑家慧 暗暗觉得好笑 不过 为了体现出自己的修养 他们又不会把这份绩效 轻易表现出来 郑家慧 你要真的完成不了一个最基本的伙子 那你还是赶紧下去吧 魏荣声音冷冷地说道 他觉得这个学员多站在上面一秒 就让他颜面多丢一份 最重要的是 他不能让莫凡这小子奸诈的计划得逞 同学们的嘲笑和轻视 郑家慧或许已经习惯了 还能够勉强接受 但是魏荣老师开口 一种下意识的服从 他紧咬着嘴唇 竟然真的转过身要走到台下去 莫凡见识不妙 急忙冲上去抓住他 你干什么 我还是把星云魔器还给你吧 我还是做不到 郑家慧一脸失落地说道 你 这人岂止是懦弱 简直是自私自利 你要搞清楚 你现在可是和我捆绑在一起的 你服从自己骨子里的那个自卑魔鬼 你是解脱了 却把我害惨了 假如这个 挑战是只关乎到你自己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谁的利益也破坏不了 可现在你这一离开 要让我一个人 面对着两百多名的挑战者 莫凡抓住郑家慧一脸 严肃地说道 莫凡的计划很简单 就是让郑家慧这个最后一名 来挑战自己 自己输给他 莫凡变成了最后一名 便谁也不能挑战他了 而在成为最后一名后 自己最后一个挑战周 向前50名的人 直接发起挑战 便可以成功避免车轮 同时还晋升排行 这个计划很简单 实行起来也不难 让莫凡完全没有想到的是 郑家慧竟然耸到这种程度 连一个初见魔法都使用不出来 笔事规定 一个魔法都没有使用的情况下 另外一方 即便自己弃权认输 也不能算输的 我 我也不想 我已经尽力了 我真的尽力了 对不起 莫凡同学 我知道你其实也想帮我 可我真的无可救药 郑家慧声音都有些颤了 像一个小女生一样 脆弱地想哭 莫凡可算是 见识到了一个人的懦弱 他看了一眼 反倒是浮起了一丝 笑容的魏荣老师 又看了一眼 服从到已经有劣根性的郑家慧 他能够感觉到魏荣系主任 是有意这样的 作为裁判 其实根本不应该对选手说这样的话 他就是识破了自己的计划 故意要赶走绝对服从的郑家慧 你给我站住 莫凡心里涌起了几分怒意 我 郑家慧转过头 事实上他人已经卖出了比赛台 你算是把我惹火了 把我卖在这里 很好 很好 你争我见过世界上最废物的废物 你扔下的这个烂摊子 让我非得跟这两百人打不可 好 那你就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 我莫凡今天要是被人 从这个赛台上打下去 我他妈就承认自己 是跟你一样的废物中的废物 给这头黑猩猩系主任道歉 挨个给全系 被我骂过的人低头认错 莫凡真是被气得怒了 不仅为自己现在的处境而愤怒 更为郑家慧这样懦弱到 以为只要自己后退 便万事大吉的人感到愤怒 面目可恨的人 绝对不是那些去嘲笑弱者的人 而是郑家慧这种 已经在卑微 服从 自闭中根深蒂鼓 想要挤出那么一点点骨气 都没有的废人 莫凡吐完那番愤怒的话语之后 便回到了赛场上 他狠狠地指着 人人都敬畏的系主任魏荣 大声道 给我叫下一个挑战者 第417章 下一个 下一个 比赛台周围众人都纷纷笑了起来 也不知是在嘲笑 连一个初阶魔法 都无法完成的心理障碍的郑家慧 还是在笑莫凡 竟然真的自以为是 倒可以 一个人与200名挑战者对抗 魏荣脸都已经黑了 这个胆大包天的学生 竟然当众骂自己是黑猩猩 一旁的那位白美老师 一直在忍住笑 他们老师之间 倒是经常这样称呼 偶尔也有一些学生 背地里这样叫着他 可在这大庭广众之下 这样称呼他的 还真没有见过 这个新来的转系生还 真是无所顾忌啊 话又说回来 白美老师倒是很诧异 莫凡刚才的做法 这学生口无遮拦归口无遮拦 那份面对200名挑战者 依然不退缩的魄力 还是蛮值得欣赏的 他也想知道这名学员 究竟能够在这么多的挑战者中 坚持多久 下一个 排行679名 林贵 慧荣带着几分怒意的咆哮下 一名挑战者 他的眼睛瞪着莫凡 今天无论无何 都要把这个狂妄无比的小子 给收拾得一点脾气都没有 不然他火焰系主任的威严所在 一名长相粗狂 皮肤有黑的男学员 缓缓地走上了赛台 他面无表情地盯着莫凡开口说道 我承认 你这个转系生的实力 怎么说 也有前300名的样子 不过 排名根本说明 不了什么 这比试切磋和真正的战斗 完全没法比 呀的 还用你来教我怎么战斗 莫凡极不耐烦地说道 话音刚落 他的右手间 便很快地燃起了一团烈焰 火滋 火滋剧烈地焚烧着 随着莫凡狠狠地甩去了 火滋在半空中 划过了一条鲜明的红色弧线 准确地落在了 那名名叫林贵的学员身上 林贵依旧一副念瘫的样子 但是他的眼神 已经带着几分不屑 这样一个出尖魔法 他根本就不需要刻意去防御 只是当他看见袭来的火焰颜色 感觉到这烈焰不寻常的温度后 他满眼惊恐 等他意识到 自己有些看走眼的时候 眉眼火滋已经炸裂开 滚烫的火蛇 朝着林贵的身上扑打过去 爆裂开的火浪 更将他轰飞到很远的地方 刚才还在一副说教样子的林贵 一下子被燃成了半个火人 重重地跌在了比赛场的边缘 林贵想要爬起来 可他浑身都是火焰伤痕 痛苦而又不敢相信地 看着狼狈的自己 什么情况 赛台外有人站起来说道 此刻 观战的人中 很多都瞪大了眼睛 目光死死地盯着受伤严重的林贵 一招就解决了 还是用一个出阶的魔法 赛台上 黄星丽惊讶地说道 一旁的丁雨绵 目光同样有些轮动 他见黄星丽 正一副寻求答案地看着自己 于是解释道 他应该使用了灵级的火焰 威力要比普通的火字爆裂更强 很多 林贵太轻敌了 连防御都没有开起来 原来雨绵妹妹 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即便是灵级的火焰 火字的威力 也绝对不会强到这种程度 刘钱说道 黄星丽转过头去 那原本女汉子的模样 立刻荡然无存 眼中还透出几分 小女儿家的羞难 显得很意外 很惊喜的样子 他似乎意识到 自己这副模样会很花痴 于是急忙转了回去 然后用手轻轻地推着丁雨绵 小声又激动地说道 是刘钱啊 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近看到他 好帅啊 丁雨绵倒是很镇定 他回过头 看了一眼刘钱问道 你刚才那句话是 林贵不是没有支撑起防御 而是他那廉价的模具 还不足以抵挡着威力 比普通的火姿 还翻了四倍有余的技能 他的火姿 已经修炼到了第四个级别 爆裂的威力翻了一倍 再加上灵种 刘钱微笑着说道 丁雨绵很快醒悟了过来 目光重新回到莫凡身上的时候 也带着几分诧异 在整个火院里 拥有灵极火焰的排行 都会比较靠前 在与反火的人对战中 高种火焰几乎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只是 单单要从校方这边 获得灵极火焰 需要付出接近一整年的努力 排行还得很高才 能够获得学校给予的火种碎片 灵极火焰 对绝大多数火焰学员来说 已经是非常奢侈的东西了 而据说要将初阶魔法 修炼到第四个级别 那是需要将七颗星子全部强化 而每颗星子的强化 需要的都是价值五百万左右的 金破 要强化出一个四级的火资 就至少需要三千五百万 这笔钱 可以买进两个火系灵种了 没有想到 竟然还真的有人如此财大气粗 刘钱说道 丁雨绵 微微点了点头 家世在好 背景在雄厚的年轻子弟 也没有说 谁将初阶魔法修炼到第四个级别的 愣着做什么 给我叫下一个 莫凡冲着卫荣说道 卫荣回过 神来 又是黑着脸的 换出了下一个人的名字 这小子 到底什么来头 他一个高阶的火系法师 至今都还没有舍得 去将初阶魔法 给强化到第四个级别 这一个中阶法师 竟然这么奢侈 下一个 很快 下一个挑战者 便走到了比赛台上 这人排行更靠后 九百多名 此人 明显也是跟风来挑战的 自身的实力不是很强 在面对莫凡这威力超群的 紧接着 一名排行427名的学员 站了出来 是一位主修火系 刺修土系的女学员 土系的防御和位移 倒是让她很成功地躲避 开了莫凡一开始的进攻 为了节省有限的魔能 莫凡能不使用中阶魔法 便不使用 她见这名刺修土系的女学员 不好对付 犹豫了片刻之后 左手乘着对方不注意的时候 换出了雷电之印 雷电之印 在这名女学员使用地波 来闪躲火姿时突然出击 迅速地麻痹住了她的身体 对方不能再随心所欲地移动 莫凡一个近距离的伙姿 直接送她下场 女学员倒是有防御模具 可惜伙姿的爆破力 已经将她震飞了出去 女学员落地后 头发凌乱 一脸不甘地看着台上的莫凡 莫凡雷印 使用得很突然 也很狡猾 利用炸裂开的刺目火焰 让这名女对手 毫无准备 下一个 莫凡怒气 未消地说道 第418章 大战火焰 上 莫凡真可谓一招打遍天下 接下去的挑战者们 基本上不可能敌得过 莫凡这灵种家第4级火资的威力 眉岩的特性 就是简单暴力 能够提升火系魔法2 5倍的威力 而修炼到第4个级别的火资 爆裂的威力 再翻一倍 整整5倍强度的火资爆裂 连奴仆及妖魔都可以轻易地秒杀 更不用说是那些防御措施 不是很高的学员了 只要不遇到拥有防御技能的学员 莫凡基本上都可以用火资 来将他送下去 那气势 让那些原本嘲笑他不自量力的人 已经要对他刮目相看了 到现在 还没有人逼出他的中间魔法吗 魏蓉咬着牙 有些气愤地说道 魏蓉也是急坏了 这些挑战者 大都是400名开外的 其中一个拥有灵种的人都没有 再面对有灵种的莫凡 就是天然的烈士啊 魏蓉啊 看来这次是你看走眼了 白美老师笑了起来 和古板 严肃的魏蓉不太相同 白美老师对学员的要求 不是那么的拘谨 这件事 虽然是莫凡先目无尊长 辱骂学院 可你魏蓉不一开始骂别人是废物 也不至于闹出这种事情了啊 魏老师 麻烦你做裁判 专注一点 你喊得这名学员被我打飞 有意会了 叫下一个 莫凡的声音 从赛场上飘了过来 这句话 差点没把魏蓉给欺诈了 要不是校方严格规定 老师不能对学员下手 他都要冲上去 收拾这个狂妄的转牺牲了 你别给老子得意 莫凡说道 魏蓉咬着牙 一眼将名单扫过去 想要从这名单里面 找到几个自己熟悉的人名 他魏蓉会记住的 人名那一定是有实力的 现在火焰的处境很是尴尬 因为已经上去二三十名的挑战者了 竟然还没有逼出 这个转系生的中阶魔法来 实力差距未免也太大了一点 贾震龙 很好 很好 总算出现一个能看点的了 魏蓉脸上难得有了那么一丝丝笑容 贾震龙是在火焰排行 第二百八十名的学员 这排行不算是非常靠前 也不算是火焰的高手 但是魏蓉却知道这个人 贾震龙 他是一名猎法师 待在学校的时间并不是很多 经常跟着猎人团队到野外去狩猎妖魔 是一名实战经验相当丰富的火系法师 奈何他上个月得罪了一名排行榜在前五十的刘钱 以刘钱的影响力 即便不亲自出手 也让贾震龙非常不好过 于是排行生生的被挤到了二百八十名之后 还有五个就到贾震龙了 希望他不会让我失望 魏蓉暗暗说道 没什么意外 接下去的五名挑战者 全部被莫凡一样的套路给收拾掉了 魔法并没有其他武侠 魔幻故事里的那样花哨多样 人类经历了不知多少年的探索与挖掘 也不过是发现了有限的这些魔法系和魔法技能 而每一个魔法技能 又需要法师们耗费很长时间去苦修 才能够娴熟掌握 试想想 莫凡是经历了整个高中三年 才掌握了两个初阶魔法 到如今虽然拥有了更多的能力 但火滋与雷印终究是他使用的最为娴熟的本领 实力一旦出现明显的风水岭 仅凭这两种苦修多年的技能 一样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下一个 排行280名 贾震龙 魏蓉眼中闪过一丝期待的喊道 贾震龙 此人在火院明显是有一点声望在的 他一出现 大家便马上议论了起来 贾震龙 赶紧把这转系声给打下去 免得让他真的以为我们火院里没有强者 是啊 以你的实力 绝对可以打败他 为我们火院挽回颜面 贾震龙好像也是一个拥有灵种的强者吧 有灵种就好 还有的 打 见到贾震龙已经上场 大家不由地叫了起来 本来贾震龙在火院也不算呼声很高的 实在是一连30多名挑战者 都被别人用初阶魔法给干掉了 他们 火院集体荣誉感严重受损 这次大比赛场内 可还有别的系的学员 他们这么多人被一个转系声虐报 很难堪的 站在比赛台上 贾震龙自己都有些意外 什么时候 大家这么拥戴自己了 看来大家是感受到你的威胁了 贾震龙掠开笑容 看着实力卓越的转系声 慢悠悠地说道 我得罪了人 以前可很不被待见 这样啊 我们同病相连 你随便放个魔法 然后认输就好了 回头请你喝酒 莫凡也是豁达地说道 贾震龙有些无语 妈的 还以为这小子特别有骨气 结果看到自己实力不弱 直接就抛赶揽之了 一顿酒 可好不过干掉你赢得全院的好名声 不出意外的话 后面还有很多排行很靠前的人 想把你干掉 在这偌大的火院里 能够被老师 学员们 记住你的名字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贾震龙说道 贾震龙本身名声不太好 被针对之下 使得他无法到他 自己想要的排名 更获得不了该有的资源 正好可以借这次机会 来一个咸鱼翻身 所以无论如何 他都会尽全力 来吧 拿出一点真本领 来 别以为那些对付 虾兵蟹将的初阶魔法 能够对我有效 贾震龙打开了架势 神情凛然地说道 那你太看得起自己了 莫凡依旧没打算 使用中阶魔法 话不多说 莫凡率先施展出了火姿 可以看到一团烈焰 在他的右手手掌心 快速地燃起 绚丽的烟红色星轨 这才缓缓萦绕 别说 借助那把控魔器 进行一番把控修炼之后 莫凡魔法 释放的速度快了几分 等有钱了 再去买一个把控魔器 大幅度地提升一下 自己所有魔法的释放速度 应该得到提升 像东方明那种 天生释放速度 比别人快一倍的能力 若不是自己正好强化了 第四集出阶魔法 还真要被暴打 第419章 大战火怨 中 又是这一招 难道你以为我会一点防备 都没有 就上来吗 贾震龙说道 莫凡完成出阶魔法的速度很快 说话之间 他的火姿 已经远远地抛了过来 只是 贾震龙并不闪躲 他甚至就站在那里 慢慢地描画着 他的星图 火姿袭来 就在要撞向贾震龙的时候 突然有一股无形的力量 格挡在了他的面前 火姿在不受莫凡控制的情况下 突然爆裂开 原本五倍威力的爆裂火姿 造成的效果 已经达到半个中间魔法的程度 可是在那股无形的格挡之墙下 凶猛的烈焰 好像被什么吸收了一样 竟然只焚起了一串火红 便快速地消失了 残余的威力 只变成了一阵风 扑打在了贾震龙的身上 扬起了他的刘海 露出了他整张 笑得自信飞扬的脸 我说过你这招对我没用 尝尝我的魔法吧 巨影钉双子 贾震龙脚下 踩着一个暗影戏的星图说道 他的胸前出现了一个 缭绕着暗影气息的剑钉 剑钉在他的手掌一推之下 迅速地飞出 并很快地消失在空气中 贾震龙脸上带着笑容 暗影戏本身便属于稀有的 在绝大多数人 都沉浸在元素魔法之中的情况下 他们对暗影戏的魔法 往往了解很浅 这巨影钉 他是在前不久 才修炼到第二个级别 假如只是第一个级别的禁锢的话 能锁住的只有对方的身体 而巨影钉双子一旦被命中 不仅让对手身体无法动弹 连精神都会被锁住 干扰着对手星子的衔接 只要让他连出阶魔法都施展不出来 这个人就没有什么好忌惮的了 另一边 莫凡看到暗影戏技能之后 却露出了些许惊讶的表情 原来这家伙刺修的是暗影戏 他不进入到暗影戏中 却跑到这火系来 倒也是一个奇特的人 换作别人还真就中招了 很不巧 莫凡嘴角不由地扶了起来 莫凡自己就是一个暗影戏高手 他的暗影戏修为 虽然比假镇龙低了一个级别 但是他对巨影钉却非常的了解 在对方刚完成星图的时候 莫凡便再一次燃起了火焰 他的周身有一道道烟红窜起 将他周围照耀的一片耀眼夺目 巨大的火光 以莫凡为中心 朝着四面八方散射开 光芒将藏于空气中的巨影钉 就是他翘无声息 看似从一个正面的方向飞来 但是却很有可能从背后出现 要避开这个中阶里面 控制力最强的技能 首先要做的就是 找到这巨影钉的位置 使用火光 是可以将充斥着黑暗气息的巨影钉 给找到 当莫凡发现一个明显的剑影 正划开这片火红的空间 飞向自己的时候 他立刻做出了反应 灵巧的一个后跳 非常潇洒地躲开了 这狠狠扎来的巨影钉 该死 这家伙竟然这么老道 贾震龙恼怒地骂了一句 他制胜的手段 正是这暗影系的能力 谁知道对方 竟然对暗影系 也这般熟悉 既能落空 贾震龙索性 浑身也燃起了火焰 他的脚下 一个炙热的星图 在快速地描画 仗着自己面前 拥有一个水帘守护 他可以不用担心 对方将自己的星图 给打断 山岩猎拳地煞 贾震龙完成了 自己的中阶魔法 这一次 他更是没有一点保留 不仅施展出了灵级的火焰 更直接凝聚起了 第二级的猎拳 他的右拳 被一层紫红色的火焰之环 给包裹着 随着他嘶吼一声 拳中的能量 狠狠地轰向了地面 如荣江灌入到地表之下 整个比赛台都是 一片滚烫 要烧起来一般 莫凡所在的位置上 烈焰突然喷发了 出来 贾震龙所掌控的 这种灵级火焰 看上去就像一片 烈焰焰烧的珊瑚丛 使得这一朵地煞之花 看上去更加壮丽多姿 而涌起的火焰死亡能量 同样磅礴 汹涌 莫凡自然不会侵蚀这份力量 他的脚下 早已经有血光在闪耀 正是开启了血瘦削的效果 双腿被血色的铠甲覆盖 拥有血瘦的蛮力的莫凡 一跃而起 那冲上来的地煞 几乎要将他吞没的时候 威力终于到达了最顶盛 空中的莫凡 浑身被烤得滚烫滚烫 也幸好拥有眉颜的他本身 拥有了对火系的一些免疫 否则那些建设上来的火星 便可以将他烫得皮开肉绽 跳开了这恐怖的地煞 莫凡落到了地面 由于血瘦削得强化 他往下踩的时候 比赛台的地面都有些下陷 突然 他身体稍稍往下沉 整个人像是一只蓄力待发的豹子 So 莫凡身体急速地弹射出去 迅速地接近贾震龙所在的位置 很快他便看见了 在贾震龙前方 有一个完全透明的水帘守护 原来是这股力量 格挡了自己伙子的威力 看来你也就这样了 莫凡笑了起来 在靠近水帘守护的时候 莫凡直接跃了过去 跳到了贾震龙的上方 血兽之力 灌注在自己的双腿上 莫凡暴躁地 从十米的高度踩下来 一落地的那一刻 脚下铺满了青草的地面 直接被震得泥土飞溅 而 贾震龙直接被这股力量 飞震飞了出去 莫凡还是手下留情地 往贾震龙的旁边踩踏 要是这直接往他头顶上踩去 没有了防御的贾震龙 恐怕要被直接踩成肉泥 这个贾震龙 终究太高估自己 作为一个暗影系的法师 竟然不时刻 仅靠在有阴影的地方 导致他连盾影都施展不出来 假如这样的人 是一名猎法师 游走在妖魔四溢的野外 他能活到现在那么 只能说明 他靠的全是运气 贾震龙在众目睽睽之下 飞下了比赛台 跌倒地面上口涂鲜血的时候 也让整个火怨的人 都感觉胸口一闷 到头来 还是没有逼出对方的中阶魔法 呦 又输了 白美老师笑了笑道 只是 看到卫荣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白美毛老师 也不好再笑得太任性 急忙收住了表情 真是废 卫荣刚想骂一句 可忽然间对废物这个词 比较敏感了起来 最后卫荣 是生生地把话给收了回来 摆了摆手 让白美毛老师 赶紧去给那伙治愈 看都不想都看一眼 妈的 还真知不了这小子了 第420章 大战火怨 下 好强啊 赛台下郑家会有些 不敢相信的看着莫凡 他原本以为 需要利用这种小手段 来避开战事的莫凡 其实真实实力 远没有达到100名的层次 可是在 看到他连续打败了近30人 都至始至终 使用初阶魔法后 让他不得不对莫凡 有了重新改观 回想起莫凡刚才在赛台上 对自己愤怒说的那些话 似乎这一切真有可能实现 一般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他的实力是很强 但也绝不可能一个人 应对200名挑战者 更何况 接下来的挑战者排名越来越高 他能打败一个贾震龙 并不代表他可以应付得了 那么多排行靠前的人的轮番轰炸 郑家会摇着头说道 在郑家会的规规矩矩的世界里 是不可能有人 可以做到这种事情的 随着贾震龙这样 拥有灵种的火系法师 被击败后 挑战又逐渐变成了单方面的碾压 这个局面 把卫荣给气坏了 他看着名单 一个个都是陌生的名字 有些不耐烦的 接着念下一个挑战者 许鸿光 排名331 卫荣现在已经不指望 200名以后的学员 能够制服的了 莫凡这家伙了 甚至很可能 连对方的中阶魔法都逼不出来 他转过头 已经跟白美老师聊起了 别的事情了 最主要的是 他实在不想看到 自己的学员又被虐了 忽然 整个比赛场上 响起了一片呼声 好像发生了什么 值得大家振奋的事情 卫荣这才将 目光放回到比赛场上 原来那个叫许鸿光的学员 竟然隐藏了实力 打得连莫凡 都有些措手不及 逼得莫凡 不得不使用起了中阶魔法 此时可以看到莫凡 脚下的星图 非常鲜艳 呈现纯净的艳红色 他的浑身也燃烧起了 同样颜色的烈焰 烧得火红火红 猎拳 轰出 炙热滚烫的眉眼 魔剧将莫凡的出阶魔法 给完美地抵挡了下来 甚至连中阶的猎拳 也因为这凯魔剧 而大打折扣 只可惜没多久 许鸿光还是败了 可是这331名的学员 却带给大家不少的惊讶 还以为又会被轻易地 出阶魔法打败 没想到 竟然逼出了对方的中阶魔法 这群没出息的东西 无非是逼出了一个中阶魔法 搞得跟大祸全盛似的 白美老师 好气又好笑地说道 魏容脸上刚有的笑容 也一下子消失了 仔细一想 是啊 这有什么好欢呼的 一连出动了36名的挑战者 也才勉强迫使这个狂妄的小子 使出了中阶魔法 这应该是很丢人的事情啊 人的心理往往就是这样 一旦被虐到了一定低的程度 若是稍有一点进展 都会得到一丝慰藉 但是认真想来 这和他们初衷的想法 早已经离了十万八千里 这个许鸿光实力竟然也这么强 看来他之前应该有所隐藏 但愿接下去的挑战者 有排行前二百的出现 彻底打压一下此人的嚣张气焰 黄心力气愤地说道 丁宇棉有些诧异地看着黄心力 不由地笑了起来道 我记得一开始 你还是为他担忧的 怎么现在 跟着大家一起讨伐他 你的立场 怎么可以这么游离不定 黄心力一下子支支吾吾起来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一旦看见莫凡如此得势 便又特别地不爽 这也是常情 现在这个转系生一副 在火运无敌的架势 轻松用出街魔法 打败了三十多名挑战者 别忘了 他在大学堂中 可是当着所有人的面 骂我们火运是废物 就按照现在的局面来看 我们整个火运 都确实要被扣上这样一个帽子 为了不让颜面扫地 大家自然希望 能够尽快地将他打下去 刘潜说道 黄心力急忙点头 他有些小星星 院草刘潜竟然帮助自己 解释刚才奇怪的心态 看来他还是蛮在意自己的 就是 就是 再也不把他打下去 我们火运就真要被别人看笑话 拿一个转系生 束手无策 黄心力说道 丁宇棉反倒是没有再说话 刘潜见丁宇棉不说话 他也没有再开口 不同排名的挑战者 依旧轮番上阵 那些排名靠后的上场的心态 已经从狠狠地教训 这个转系生 变成了能消耗多少是多少 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心高气傲的他们 将自己的姿态放得这么低 终于 排名190名的人出现了 是一位女学员 莫凡 站在赛台中央 目光上下打亮了一番 这名身材极其高挑的女同学 莫凡 喜欢的是唐岳老师那样 有身高 幼马的 而不是这种 有着惊人身高 却整体像跟竹竿的 所以也谈不上什么怜香惜玉 只是 战斗开始后 莫凡就意识到自己 之前的想法 有多蠢 排行在400名开外的 莫凡 基本上可以用初阶魔法 来应对 排行400名之前的多少 都拥有一些优越的本领 有的时候 让自己需要费 一些神 原本莫凡以为 即便排名前200的出现 自己也只是多好费一些而已 谁知这位女学员 火系的修为 并不多 自己拥有眉眼 对方 同样拥有火系的灵种 而且明显是灵种中 比较上乘的 其火焰 附带着持续的灼烧效果 这种灼烧 甚至很难扑面 不得已下 莫凡终于动用了 雷系魔法 四级的雷印 化作了一个 可以群体麻痹的雷电立场 扑在了那名女学员的脚下 女学员的风鬼 根本避不开 这一片范围的雷印 通过第四级的雷印 莫凡 才勉强占据了一点优势 并最后一仗雷系的霸道威力 终于将这名女学员给击败 耗费了大量的魔能 双灵种 这 这小子 魏容有些错愕地说道 190名 已经是排行很靠前的了 就这样被打败魏容心里 还是有些难以接受 不过 对方既然非常非常奢侈地 去强化初阶魔法 想来肯定该拥有双灵种啊 强化 一个四级的初阶魔法 都可以买两个普通一点的灵种了 雷火双修 暴力十足 双灵种 双四级初阶魔法 难怪这个转系生 敢做这么出格的事情 原来足以他 自傲的有这么多 恐怕之后的挑战 没有出现双灵种的人 未必敌得过他了 白美老师带着欣赏的目光 看着莫凡说道